我叫蔡月卯 因为种种原因现在是罗兹瓦尔家的首席管家 本以为在贵族家里打工 薪水高福利好 逢天过节还能领个赏钱什么的 结果大半年过去了 除了管吃管住 依次工资也没发 年底屋里连个暖气都没有 更不要说假期 总之 今天我一定要向罗兹瓦尔要个说法 向老板讨工资 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 既不能伤了老板的面子 也不能让自己吃亏 说话时要坚定而不施委婉 步步紧逼的同时保持出处可怜 切记不可开门见山 要善用拐弯抹角 阴阳怪气 正话反说等羞思手法 暗示对方让对方心生愧疚 才能一举成功 哦呀哦呀 斯巴鲁 今天找我什么事呀 我工资 他们什么时候给 但是对于这种无赖 还是直接了当一点好 哦原来是这件事啊 放心 工资和年终奖一样都不会少 真的假的 你这小丑该不会又来忽悠我 瞧你这话说的 不仅工资一分不会少 我还给你安排了半个月 去圣域度假 要知道圣域 那可是四百年的名声古迹 这么豪华的旅行 一般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一趟 哇这么厉害 那能不能把我去旅游的预算 直接折成现金给我 圣域我就不去了 咳咳咳 那倒也不是不行 哎可惜的是 这次旅行艾米利亚大人也会去的 我本来还想借着这个机会 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更进一步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嘛 既然如此 我只好去告诉艾米利亚大人 你把和他一起旅行的机会 换成了现金 慢着 谁说不去了 身为艾米利亚的贴身管家 在他的身边保护他的安全 是我神圣的使命 上到敷汤蹈火 下到端茶送水 在下都义不容辞 这就是我们住的房子吗 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这个圣域不是号称豪华旅游吗 怎么看起来就是个山沟里的小村子 你等个屁哦 现在年头追求的就是一个原生态 你们大城市人是日子过惯了 都喜欢来体验农家路 纯天然的环境 有益身心健康 说的也是 这么说 一会儿我们就等着吃丰盛的农家宴了 哈 你在说什么哟 你也要跟着准备做饭的食材 不是 我是来旅游的游客 怎么还要干活呀 不劳动就没饭吃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懂吗 打猎 踩野菜 打水 你要选一个哦 干 那我打猎吧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你确定啊 在神里里面 国中危险的东西 你不小心死为私人呢 我去 这也太吓人了吧 那我还是踩野菜吧 哎呀 你就分得清楚那些又堵那些没堵嘛 也对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打水吧 那就去水井打水吧 把屋子的水装满哈 水井在哪啊 远不远啊 哎 也不是很远 出门正对面有个山头 翻个山头有座庙 庙门口往右拐 沿着悬崖走过无利路 能看到一棵很显眼的大槐树 左拐再走一里地有座桥 过了桥再右拐走 下坡之后沿着路只走半小时 能看到一座大石碑 站在石碑的位置 再往东走三里地有片小树林 进去之后再往北走一里地就到了 这他妈叫不是很远 哎终于张罗完了 这哪里是旅游啊 简直比在宅底工作还要累 辛苦了四宝 放心 后面几天不会这么累了 这么说以后就不用干活了 不 我是说过两天你就习惯了 明天记得和村里人去插秧 What the fuck 顺便提醒一下 晚上一定要把门窗堵死 否则可能会有小动物传进来 喂奥托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 啊 乡下晚上有点小动物不很正常吗 这声音根本不像小动物好吧 该不会是熊之类的吧 话说奥托你不是有阎灵的家户吗 快听听是什么动物的声音 呃 听到了 听到什么了 果然是你大惊小怪嘛 哪有什么熊啊 只是一个身高三米的老虎的叫声而已 呃 原来是这样啊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怎么了 斯巴鲁 大晚上的 你不睡觉吗 这个圣域板上实在不安全 我是来保护你的 没事 我不要紧的 关键的时候 我的精灵会保护我 你就安心去睡觉吧 身为艾米利亚的贴身管家 在你的身边保护你的安全 是我神圣的使命 上到赴汤蹈火 下到端茶送水 在下都义不容辞 斯巴鲁 你该不是因为害怕 一个人睡不着吧 怎么可能 那你手怎么在抖 精神抖擞 脸色怎么这么白 防冷涂的油 唉好吧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首页就交给你了 我睡咯 那个 艾米利亚 能陪我出去上个厕所吗 那我去了啊 你可帮我看着点 好 别看我呀 看着周围 知道了 呃 我们还是再看看情况吧 拜托 你能不能快点解决 我快困得不行了 呦 你们两个大腕上市 有回玩 加菲尔 来 我给你们表演个绝一后哈 怎么样 厉害不 我 你大爷 哎 为什么到了度假的地方 我还要整天劳动啊 这剩余除了树林 就是农田 一点娱乐设施都没有 罗兹瓦尔旅游可真会挑地方 我这几天天天早出晚归 面朝黄土背朝天 而且晚上各种动物觉 我根本睡不着 再这样下去 怕不是要猝死 不行 今天我必须要找机会放松放松 啊 巴洛斯真是没出息 还没到中午就已经开始摸鱼了吗 可别忘了 你还要把艾米利亚大人 罗兹瓦尔大人 还有拉姆的工作完成 喂 姐姐大人 您这就过分了 艾米利亚和罗兹瓦尔 我就不说什么了 身为罗兹瓦尔家的女仆 你怎么也白天不干活 因为拉姆有业力的工作 话说巴洛斯 你刚刚说这个地方没有娱乐场所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顺利这个地方人称夜之城 夜生活可是十分丰富的 我可不允许你这个不到七点就累的 要睡觉的废柴 质疑罗兹瓦尔大人的品味 夜之城 这不就是山沟里一个破村子吗 你动个锤子 这叫赛宝瓦客 我去 没想到圣域的夜里真的是灯火通明 难道夜之城的传闻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们这里还有一家 专门提供超梦服务的店 可以让你看到各种美妙的幻觉 你说的这家店 该不会是那种店吧 小伙子理解得很快嘛 不行 我对艾米利亚一心一意 才不会输给这种诱惑 只是看着幻觉而已 你就当是做了一个梦 那也不行 我已经和艾米利亚约好了 晚上陪她睡觉了 店里的老板娘可是个绝世美女哦 艾米利亚天下第一 听说店里会提供各种Service 我这辈子有艾米利亚的吸枕就够了 老板娘是个白毛 地址给我 欢迎来到魔女的茶会 我是强运魔女艾基多纳 开始项目请喊一 退出项目请喊二 投诉举报请挂断电话 嘿 还挺有模有样 一 请喝茶 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么难喝 是我的体 啊 爽 看来客人是个变态呢 你就这么喜欢喝我的体验吗 不 我就是想看看茶壶里的喝完了 你怎么给续上 你这都有什么玩法呀 那玩法可就多了 比如我这有很多漂亮的魔女 你可以和她们约会 哎 这个好 都有什么样的 我去 一上来就这么劲爆的吗 所以和她约会的时候都能干什么呀 可以看她吃东西 能不能牵个手什么的 暴时魔女时刻出现饥饿状态 会把周围的一切当成食物 本店建议体验时保持五米以上距离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你这项目是和妹子约会 还是和鲨鱼游泳啊 未免也太吓人了吧 能不能换一个 愤怒魔女蜜叶瓦 金发巨乳元气娘 傲娇孔的最佳选择 哎 这个看着正常多了 和这位美女约会能干什么呢 没有任何限制 只要不惹她生气 就怎么都可以 妈 干这行的妹子也不容易 她都在哪些事情上容易生气啊 我事先注意一下 愤怒魔女非常易怒 你看她生气 你碰她 她生气 你和她说话 她生气 你不理她 她更生气 一生气就会全力打对方 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本店建议体验时保持10米以上距离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这儿的妹子 怎么一个比一个暴力 就没有那种 没有生命危险的服务吗 当然有 请允许我介绍本店的头牌 极度魔女 杀提拉 能24小时不间断地用最色气的声音对你说 我爱你 可以把你的意识和她融为一体 让你体验到最浓厚的爱 终于来了个靠谱的 有情提示 极度魔女非常容易吃醋 会把你记忆中所有关系好的人全部吞噬 本店建议不要体验 不建议体验你说她干什么 这帮奇葩妹子你都是从哪找来的 请问客人要选择哪位魔女 除了魔女就没别的了吗 客人喜欢什么小动物吗 喜欢啊 撸猫什么的 我最喜欢了 你们还有这种服务吗 有 选择兔子天国服务 客人可以和兔子近距离亲密接触 自由投胃 居然还有这么治愈的项目 你怎么不早说 我就选这个了 世界与连接 祝你女朋友愉快 什么鬼 我人差点死了 我算看出来了 这个圣域果然就是专门坑人的 居然坑到本大爷头上了 难道不知道我蔡月莽是威震江湖 冥阳死海打遍天下无敌手 王公首席魔法是罗兹瓦尔家的仆人吗 看我去罗兹瓦尔面前告你们一状 让你们这个破地方再也开不下去 罗兹瓦鲁萨玛我跟你说 喂你这是怎么了 罗兹瓦鲁萨玛 啊没什么 就是把魔女茶会里所有的项目都体验了一遍 看你这样子也是玩得很开心 开心个锤子 我说罗兹瓦鲁萨玛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度假了 斯巴鲁你这是在说哪里话 魔女的茶会多开心 我还想约你明天和我一起呢 不了不了 我还是想回宅邸工作 你不是一直在嫌宅邸没工资没假期吗 我特地给你安排的假期 你客气什么 哦我懂了 你嘴上说想工作 其实想暗示你平时工作有多积极努力 甚至放假都想着工作的事情 这样的员工怎么能不善待呢 行那我就把假期再延长一个月好了 不不不不不不 我没那个意思 哦可你不是说和老板说话 要管外抹角阴阳怪气正话反说吗 干我之前的自言自语居然都被这小丑偷听了 难道说剩余发生的事情都是他算计好的 没没没没没 我和罗兹瓦勒沙巴说话 从来都是实话实说直来直去 我是真的不想度假了 请让我回去工作吧 只要让我回去 之前欠的工资不给都可以 欠你的工资 哦不不不不不 你从来就没欠过工资 这还差不多 我叫蔡月毛 万万没想到回到宅邸之后 我不但拿到了工资 甚至还得到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斯巴鲁 鉴于你这几个月来任劳任远的工作表现 现在给你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 一旦升职 你就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子 不过就没办法和艾米利亚天天见面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留在艾米利亚身边继续当仆人 您这话说的 身为艾米利亚的贴身管家 在她的身边保护她的安全是我神圣的使命 上到敷汤灯火下到端茶送水 在下都义不容辞 所以 你选择 升职加仙 这罗子瓦尔每次都用艾米利亚当借口来坑我 这次我可不会再上当了 很好 最近圣玉娜发现的一块天然水 已经十分珍贵 交给村民保管空有不妥 你就去圣玉娜当个保安吧 Shi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